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午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圖書館 今個學期的第一次的讀書座談會 我叫Alice 是圖書館的管員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到 Jeannie做我們的演講嘉賓 或者我首先介紹一下Jeannie Jeannie是科大的畢業生 2003年在科大取得工商管理學位之後 他就在銀行工作做了幾年 雖然他的工作很穩定 但他始終覺得銀行工作 不是他想要的終身職業 他自小就很喜歡畫畫 所以他一個夢想要做一個畫家 在2009年他就佈讀了一個短期的 繪畫藝術基礎課程 學習素描、水彩、油畫等等的基礎工夫 想不到這個課程令他重拾他小時候的夢想 想要做一個畫家 於是他跟家人商量 結果他就落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要做一個全心全意 去做一個全職的畫家 結果憑著他的堅毅和努力 在200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的英文繪本 那本書就叫做A Time for the Heart 他設計的角色OA也正式面世了 由於受到讀者的歡迎 在四年之內他相繼推出他的中英文版的 《心願》、《失落的微笑》、《回憶眾》 和最新的《藍月亮》 除了出版書籍以外他又舉行展覽 以及同於商業和慈善機構合作 推出一系列以OA為主題的產品 Ginny的繪本是喜歡探索內心世界的 引領他的讀者去思考 而他的插畫就會用色彩為畫面營造不同的氣氛 Ginny曾經說過 色彩就是他最親密的夥伴 我們科大圖書館非常榮幸 可以邀請到Ginny 除了為我們做展覽之外 她今天就特別回來和我們分享她的創作歷程 現在我不妨礙大家時間了 請大家和我一起熱烈歡迎Ginny Hello 大家好 今天其實都是一個 我想我不會叫她作為講座 可能是一個很隨意的分享 大家聊聊天 但我也想不只是那個人說 可能我會花大概半小時的時間 我分享我的書和一些小小的經歷 之後其實也很歡迎大家問問題 大家當作聊聊天 剛才Alice也約略簡單介紹過我 我記得一些背景 其實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何無端端做銀行會走去畫畫 Alice也提過 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但當時其實 所謂的夢想 當時幾歲 小孩子 當時最喜歡的玩具 我記得就是 由那些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年代還有沒有 我當時就是有那些 填飾堡 即是 有人入口 那就是畫了很多公仔 你自己有顏色的 我只是玩那樣東西 就已經很開心 但是 這個東西一直都是想 因為譬如一邊讀小學、中學 雖然自己都喜歡畫畫 可能都會幫忙做迫步之外 其實不會真實地想過去突出一步 將來真的用畫畫來做職業 因為始終很老套 那一句 找不到吃 即是畫畫可以做到些甚麼呢 如是者 很正路 我在這裏 畢卑畢業 因為我畢業那一年是沙士 很難找工作 當時其實 有銀行請我 那當然是趕快去做 不想太多工作 有工就先做 那做著做著 其實一路會覺得 又開始穩定 其實不會那麼容易 做一個決定 要去畫畫 還有再加上 當時都沒有想過 真的會做這件事 那去到09年 那一年我就結婚 那我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 當時我老公一向都知道 我喜歡畫畫的 那他呢 就送了一份禮物給我 那裏面其實 有一句說話呢 是影響到我做這個決定 他就是說 唯一 阻止你去實現夢想的人 就是你自己 其實呢 即是那一刻 是有一些 叫做 當頭棒渴的感覺 因為其實 再想回一層 其實又真是 今久以來 其實沒有人 阻止我去做任何事 是 自己呢 給很多框框 或者給很多 一些想法 去令自己不做這個決定 那當時我就開始 即是開始認真 這樣想 其實是否可以試一下呢 這樣 那 那 為什麼就是由一個想法 去變成一個行動呢 就是其實 有時候就是 那個一念之間 就是 不要想那麼多 反而是 因為我發覺之前就是 自己好像 想得太多 還有好像 很怕會失敗 和回不了頭 那 但是其實呢 我覺得 即是人生裏面 有很多決定 都不是想得想像中 這樣說 完全不能回頭 我覺得 其中一個困難 就是 你有沒有膽去輸 因為當時我想回 就是說 如果輸了 所謂的輸了 就是 可能我完全沒有機會 做到任何的工作的 那 其實大不了 我不是想著 過幾年我又回去 做回銀行而已 只不過是 你要忍受到 可能說 可能同事變成了老闆 你自己 肯不肯去 就是 做一個這樣的冒險 那 還有 可能其實 有很多朋友仔 會問我 其實你遇過 什麼困難 我想 反而最大的 一樣的困難 就是 你 怎樣去面對 別人的看法 那些事情 其實可能很多人 都不太理解 因為 你不可以很確實地 告訴別人 其實你是做什麼 當時 因為沒有書 也沒有任何的製成品 就是我不可以很確實地 告訴別人 其實我辭了工是做什麼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我做什麼的 可能他就會覺得 你可能嫁了人 偷懶 想在家裡享受一下 而已 因為你跟別人說 我辭了工 你去畫畫 但是你又說不出 因為沒有一份工 請你去做畫畫 那 也都當時 策畫師 或者繪本作家 這個行業 其實在香港 又不是說 真的很流行 所以其實 譬如親戚朋友 都不太知道你做什麼 但是你就是要怎樣去 不要被別人影響你這麼多 你要清楚你自己 究竟為了什麼而做 那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的 所謂的困難 都是 你是不是去 可以面對到 別人怎樣看你 其實你回想起來 又不是那麼大件事 其實你自己 我也都開始覺得 又不是太需要 跟別人去解釋那麼多 那慢慢慢慢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你清楚自己 究竟是想要什麼 和做什麼 那 整個過程 就是 為什麼會出書 當時呢 我記得就是 小時候 都不是小時候 都讀中學的時候 幾米呢 很流行 那麼很多人都看過 那當時我就覺得 原來畫畫 可以用一個這樣的形式 去表達出來 不是 即原來是可以畫一個故事 然後有一些 我自己覺得很有意思 也很觸動到我的 很多的訊息在裡面 那麼我當時就想 如果我都可以出會本就好了 那麼就開始 從這個方向去做 那麼當時呢 我就記得我去行書局 那麼行書局呢 我就去看看有沒有 一些香港有 這一類型 或者是 不是文字的書的出版社 那麼我就 其實真的去看看 有些什麼出版社 是有機會去做這一類型的書 然後就上網找他的電郵 找他的聯絡 那麼就把自己畫了的東西 就傳出去 去自戰了 那麼 其實當時呢 我記得是 我2009年尾到 那時候辭職了 那麼就 好像Alice那樣說 我又報過一些基礎的課程 那麼 學一些素描開始 其實那時候是 就是說蘋果橙啊 鹹蛋啊 是真的這些基礎課程開始 當時也都沒有說 想著設計一些什麼角色 其實是 真的什麼都沒有的 基本上當時 那麼 如是者呢 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那麼一路做我 那個畫畫班的功課 真的練基本功 那另一方面 就開始構思一些故事 那麼 構思故事的途中呢 就 我儲起了一個故事 我記得當時 我就是 基本上都差不多 是一個 完整的故事 也都畫好幾十幅畫 這樣就去自展比出版社 那麼當時呢 就很快就跟現在的出版社 就開始 他們收到之後 就開始大家談 怎樣合作了 那麼跟著 一零年底呢 就真的正式出了第一本書了 那麼 我記得當時呢 都曾經有問過 其實為什麼 問出版社在哪裡 為什麼你們會 肯幫我出書的呢 那麼 因為都其實在香港來講 出版始終 尤其是這類型的書 其實你說 買多多賺錢 其實都知道不會 是挺難做的 但是當時他們就說 其中一個原因呢 是機緣 因為他們剛好 過一段時間 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這一類型的東西 其二呢 就是他說 你是很完整地 整個故事 都展現出來的 就不是 就這樣 給他們一幅兩幅 看了 變成可能 之後大家一邊聊 就覺得 都可以大家嘗試合作 這樣 就是這樣 就開始了 我出了第一本書 然後 他們呢 除了是我出版社之外 亦都是我的 公司 幫我去 就是 負責很多其他相關的工作 接合很多不同類型的 一些項目 慢慢慢慢就 多了機會 在一些媒體 的一些不同的地方曝光 那麼就開始呢 有第二些 跟一些 譬如商業的機構 辭聖的機構 合作 那麼就開始了 原來真的 畫畫 就開始做了職業 那麼我記得當時呢 我自己都覺得很 很神奇地呢 原來每一天 都是有東西做的 就是每一天 畫書 或者自己想故事 或者做project 是每一天都 保持著有東西做 就開始 自己呢 心就定一點 開始覺得充實一點 不是遲了一份工作 就在這裡百無了賴 因為雖然我當時 都是其實我一天 都是真的畫十幾個小時 但是始終呢 那時候是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正式的工作 純粹是自己在那裡練習 那個感覺很虛無飄渺的 那慢慢開始 真的出了書之後 原來開始 覺得自己 開始覺得踏實一點 那個人 還有會開始你發覺 你的作品 原來真的有人看的 不只是你自己畫完出來 那慢慢慢慢就會 那就會 開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 剛才說過 其實幾米是一個 就是影響了我 會去決定出鬼本的人 那第二呢 就是 有人問 你的畫 好像 看上去都是很柔和的 你的風格是怎樣的 那其實當時我可以告訴大家 可以給大家看一點點 其實我一開始畫的時候 是這樣的 是的 當時應該 這個應該是09、10年左右 我自己那時候也是 沒有的 每天都在亂畫 基本上你可以當是 是的 那就是畫這些的 是的 跟現在完全不同 那 那為什麼會畫一下 又變了 現在這樣 那些顏色是這樣用 或者有人說 為什麼你經常用那種綠色 那其中一個就是 當時在科大讀書的時候 那就是有幸可以去到 Boston College那裡 交換 那我記得當時 那裡 那個Boston的美術館 就剛好就有一個印象派的展覽 那我是生平第一次 就看印象派的增跡的 那我去到 一看到 已經非常之喜歡 那我記得當時 在那個 美術館的圖書館那裡 就買了一本很厚的 Money的書回家 因為呢 在美國買書的便宜 在香港很多的 我發覺 那 就在那裡 哇 那個人很著迷了 很喜歡很喜歡 那其實 我覺得這個會是 我其中一個影響我現在畫畫的風格很深的 的一件事 因為 其實 讀完 我剛才說那個 繪畫的基礎班之後 那我都有一段時間 要去當時的老師的畫室那裡學習 那他就 也有跟我說 他說其實 你最應該學的 就是跟以前的大師去學 這樣 因為我不是一些所謂的學院派出身 我沒有正式地 這樣讀過美術 沒有有一些真是 沒有一個很紮實的根基開始 那 雖然是一個缺點來的 那 但是另一方面 我老師跟我說 其實你沒有這些框框的限制 你就儘管自己試 這樣 那 所以呢 那 開始就是 為什麼現在會有人問我 你說 你看到有點像摩尼 對 其實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 這樣 那 那 另外就是 想說回一件事 就是 但是 我當時其實一開始想畫畫的時候 已經心裏面就是 想著 不是想畫一隻公仔出來 然後有一個很可愛的造型 然後人家覺得 都挺有趣 那就去買那些產品 而是 我 回應剛才這樣說 我是 覺得 為什麼幾米他畫出來的東西 可以 那麼 即是觸動到我呢 我希望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一個 訊息去先 那 但是 為什麼 不是 我們現在有個角色 奧華 其實我是讀奧華 是的 我都說一說 怎麼來先 這個奧華 其實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呢 經常見到一些東西 覺得很新奇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這樣的聲音 這樣 然後呢 我就代入了去我畫的公仔 那裡 所以 就會幫他改了一個這樣的名字 其實是 OOWA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只不過是 我剛才說的這個發音 因為我會幻想 他見到一些新奇的東西 我 這樣 所以就 其實不會讀奧華的 理論上呢 你照拼音呢 就是 OWA 這樣 但是 其實沒有人會記得是怎樣讀的 是我自己才會讀 才會讀 就是奧華 這樣 那為什麼會走了這個角色出來呢 就是 追溯一下 當時我就說 一零年尾的時候 出第一本書 因為 講一個故事 需要一個角色 所以 當時其實我是 為了一個故事 而這個故事 需要一個人物去講它出來 所以 就 創作了這個角色 但是 其實原本都沒有想著 以後每一本書都會用他做主角的 只不過 慢慢開始自己 就是 好像有一種互動的關係 就是 好像自己又 將自己的東西投射了下去 又開始建立了感情 慢慢慢慢 如是者 第二三四本書 好像用了這個角色來 代表了自己這樣 所以就會變成 衍生了 有這個角色出來 然後 接下來 我也想 跟大家介紹一下 始終今天是一個 本書 想輕輕地說一說 其實 這幾本書 其實到底 我不知道大家 我可能有看過 都應該有看過 一下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 會否明白我想說什麼 但有時候 其實我經常都說 別人問我 其實你想表達什麼 我覺得 反而有些時候 愈來愈畫得多 反而覺得有時候 可能我寧願 在一些作品裏面 是提出一個問題 多於一些答案 即是可能是 你們看完 你們反而 令到你想到些什麼 我反而寧願 你們想到的東西 是多於我想說的東西 我才覺得 這樣是 我想做的 那麼 這本書 《阿餐霍克》 就是我剛才說的 一零年尾 的第一本書 當時是聖誕節的時候出的 其實都是 故事是圍繞著一個 聖誕節的小故事 是用一個 一個小朋友的角度 去看回 就是 覺得 好像我越來越長大 好像沒有那麼開心 沒有以前小時候那麼開心 雖然他長大 也可能只有我五、六歲 那他覺得 是不是我的心 好像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被瘋了 如果我有一個新的心 那我是不是會 開心 那這個故事 就一直說 這個小朋友 寫了信給聖誕老人 然後就跟聖誕老人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新的心 這樣 聖誕老人 有一天就帶他去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 其實其中一幅畫都在後面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 那就是去到一個地方 就是掌滿了很多不同的心 你當是一個花田 但是那些花全部都是一個個心 那 這個奧華呢 就很貪心 那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拿這些心回去 那我一不開心 我就換過一個新的心 那我就會開心 那 然後 然後 之後呢 聖誕老人跟我說 你當然可以拿回去 因為這些心呢 全部都是你留下來的 那他覺得很奇怪 其實 想說什麼呢 就是 這些心其實都是他身邊 最親的人的心 其實他一直說 啊 泰國祖不開心 沒有人理我 其實呢 是他自己都不醒覺 原來是他一直是 將他身邊的人的心 已經先丟下了 不是說別人不理他 那其實這個故事 都是說一些自己跟其他人的關係 就是說 當你可能有時候埋怨別人 不關心你 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有沒有去反問一下 其實你自己 是不是已經將別人的心 一早就丟下了很久呢 那麼 是的 一個關於聖誕節的小小故事 那麼也都有開始 是的 開始就是這個叫做 《繪本的生涯》的第一本書 那麼跟著開始呢 這個應該是 是的 一一年了 那麼就出了第二本書 就叫做 《Smile Please 失落的微笑》 那麼這本書呢 反而就是 跟自己的經歷呢 就會 嗯 嗯 比較相近了 其實 如果很簡單地說呢 就是說 阿娥呢 她有一天 遇到一個小女孩 那麼這個小女孩呢 是不懂得笑的 從來都不懂得笑 她不知道應該怎樣笑 那麼阿娥就 教她 其實阿娥有一個很大的特徵呢 就是她經常都 嗯 好像很懶劣 欸我懂很多東西 我教你 這樣 那麼她就最喜歡笑 那麼她於是 她就說 欸你不懂笑 我教你笑 怎樣呢 你練習多一點 就會笑的了 又或者 你 賺很多錢 你又會笑的 你買一套很漂亮的衣服 你又會笑 那麼 於是就教她做很多東西 那麼 但是那個小女孩呢 都不懂笑 無論如何她都笑不到 那麼阿娥就覺得很奇怪 沒有理由的 我在這個世界學回來的 快樂的方式就是這樣的 那麼 那麼其實 那個故事去到 最尾呢 其實 嗯 我本書沒有講的 嗯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發現到 就是其實那個 所謂的不懂笑的小女孩呢 其實是阿娥心裏面的另一個自己來的 其實就是講著有時候 一個人會有很多的面向 那麼 有一些面向是陌生到 連你自己都不認得 原來你自己遇到 你自己你都不認得 那麼 阿娥是一個很喜歡笑 也都她覺得自己 就是在這個世界 學到很多快樂的方式 的一個小朋友 原來她不知道 她心裏面的另一個自己是不懂笑的 其實 想說就是她 她不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因為是人家告訴她 你有漂亮的衣服 或者你賺很多錢 或者你討好人 很多人喜歡你 你就會開心的了 她都以為是這樣的 但是原來她心裏面 她不是需要這些東西 那麼當時就是 有一點點反映自己 嗯 嗯 做事的時候 可能 家人都 哎不是啊 你做份銀行工 不是說很厲害 但是 那麼穩定 穩穩陣陣 那麼買樓又有低息 這樣 喂 這樣都不滿意嗎 但是其實原來我心裏面 我不是想要這件事 原來我是喜歡 我是喜歡畫畫 可能錢是賺少很多的 但是我自己是喜歡做這件事 那麼變了 慢慢就會 就 將這個想法 就變成了一個故事 這樣畫了出來 那麼 當時 其實這個故事 很多人都 好像很有共鳴那樣 因為她覺得 其實可能 我自己都真的 不是很想要這些東西 原來她會想回 其實快樂的定義 對每一個人都不同 那微笑也是代表些什麼呢 那麼當時就是 是的 就是這個第二個故事 那都是一些自己 一些小小的 都是一些生活上面的 一些經驗 那麼跟著呢 其實這本書和第二本書 相隔 都是說大半年的時間左右 那麼 然後慢慢開始 到第三本書 我又想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在這個畫展這裡走 你會發覺 那 因為我分す不同的地點 可能 有一個地點 就是講第一本書的一些原畫 那麼 另一個地點就是第二本書的原畫 那麼 那麼 所以自己第三本 第四本書 你會發覺 都會有風格上面 一些轉變 那其實當時就是 第一本第二本書 我是用水彩來畫的 那麼 之後我又想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用 其實我想畫油畫 不過如果是用繪盤來說 就時間上有點困難 因為可能你畫一幅畫 很久才會乾 可能你說要同時開三四幅畫 然後每幅畫畫一個月才畫完 其實在實務上又不是太可能 於是我就試試 譬如用塑膠材 其實都可以 它的特點就是你可以假裝油畫的質感 你亦都開稀它又可以假裝水彩的質感 我當時就不如又試試 其實我開始畫了幾幅是想放棄 因為覺得畫不到 即是畫完之後 我其實經常都是覺得畫不到 這樣就丟了它 我丟了很多畫的 其實我想 以前一開始說 可能畫三幅或一幅就不要了 尤其是水彩是不能回頭的 因為畫完畫錯了 所謂的畫錯了 或者你覺得不合心 要丟了它不能回頭 但契膠材它的覆蓋性 其實是可以改的 你畫完不合適 你蓋上它再畫 當時 其實頭幾幅都畫不到 我覺得自己 這樣就 不如用水彩算了 因為當時水彩好像畫到順了 畫了一年幾兩年 但是很想試新的 於是 堅持 再試 慢慢 不是 原來畫畫也不錯 我挺喜歡 所以你會看到已經有點不同了 感覺 當時這本書 跟第二本書 就隔了一年幾才出 因為 畫得越久 反而需要 越長的時間 去完成一幅畫 可能 以前 譬如我 頭兩本書 畫水彩 會快一點的 因為有時你一畫 一畫開 那些深淺效果 已經自己出來了 可能我一天 就畫到兩幅或者三幅 開始去到這本書 就要可能兩天 最快一天才畫到一幅 那些時間就越來越長 而 當時也開始想故事的時候 又有一點 好像想不到 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想說什麼 好 我記得有一天 又是坐在一張書槌想 有時 有些朋友都會問我 其實這些靈感在哪裡 因為很多人都好像說到 靈感很神奇的 很神秘的 突然間 某一刻 就來了 所謂的 就好像 你就會有靈感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想不到 都逼自己想的 就是真的坐在那裡 可能你是沒有的 可能你真的坐三個小時在那裡 都不會有任何東西出來 但是 這個是我自己的習慣 每天都是 總之 工作的時間 我就真的會這樣做 可能有時 走開去喝杯東西 那樣 那我就記得有一天 這個故事怎麼來的呢 好像很無聊 我看著那個蘋果 我會在那裡想 為什麼這個蘋果沒有葉的呢 那那塊葉 跟蘋果的關係 究竟是什麼呢 那慢慢就開始想 找回自己腦海裡面 以前的一些記憶 然後我就突然間 有一個念頭閃出 因為有一句說話 就是回憶總是美好 那我就開始想 其實這句說話 是代表什麼呢 為什麼回憶總是美好呢 是因為我們選擇 去忘記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還是我們過去的東西呢 很多時候我覺得 我自己 會將它 美化 或者將它 浪漫化了 其實現在這一刻 遲些都是變成過去的 為什麼永遠 你都是懷面過去 為什麼永遠都覺得 以前好 現在不好嗎 其實 就開始想這些關係 慢慢慢慢就構思了一個故事 就是如果很簡單說 就是 你會看到 其實這幅畫 展覽裡面都有的 有一個金蘋果 還有一塊枯葉 其實金蘋果是 代表一些快樂的回憶 就是說這個主角 鵝華 他就去 他生活在一個叫做 白色森林的一個地方 裡面是沒有錢的 那大家就用回憶 去互相交換一些他需要的東西 那麼 承接回之前的故事有一點點 鵝華就是一個很喜歡笑的小孩 那他呢 就是 最厲害呢 就是用一些快樂的回憶 就去換微笑 那他有一天發現自己 他的微笑已經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他就去再經歷多一次 他的人生 他去再去收拾一些所謂的 快樂的回憶 那他就想著 可以換好很多微笑 那其實他已經走了 一條叫回憶的隧道 他拿到很多 以前的很開心的回憶 因為他就 又是開始很牙刺 覺得自己 我好厲害的 我只懂得記住一些開心的東西 不開心的東西 我懂得丟掉 那 那誰知道 他拿了這些這麼開心的回憶 他只是換到一個微笑 他滿心歡喜 預備一個很大的玻璃瓶 打算換到很多微笑 他覺得很奇怪 為何我已經把我人生裏面 所有開心的事 已經收集了 為何換到一個微笑 我是不是漏了些甚麼 他再走過那條隧道的時候 他又見到一些 他不開心的事 他去面對它 當他去把那些枯葉 即是代表一些不開心的事 都去 真的去面對的時候 他發覺原來他才可以拿到很多微笑 其實 想說的是 可能 就是 很多時候 又是覺得 不開心的事 忘記了它就算了 但其實 實際的情況 可能不是真的忘記的 而是 將它放在一旁 而是沒有真正面對過它 而這樣的方式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你不會有一個真正的所謂的微笑 而一個微笑 應該 開心和不開心的事 都經歷在裡面 就是這本書想說的事情 所以這個起點 其實怎樣想出來 就是我剛才這樣說 很無聊地坐在這張書桌上 看了一個蘋果 然後就想這個蘋果是怎樣的呢 開始一邊一邊發展 因為我可能問我 你的故事是怎樣想出來的 其實呢 通常都是由一個物件 或者一個很單純的一件事 開始一邊去發展 但是 通常呢 都是在說 要改好很多次很多次的 因為我看回自己的草稿 可能是故事寫完一次 過兩天睡醒起來 會覺得 哇 五點 改一改一改 其實 是改出來的 我覺得 這些故事 然後呢 出完這本書之後 就去到 又是年多之後 又開始要醞釀 第四本書 那麼呢 這本書 南月亮 就是 2014年的八月左右 八月左右出的 當時其實 又開始想要一些不同的東西 大家會看到 第三本書 很和諧的 顏色 很柔和的 那麼 第四本書 其實那些原畫是那邊 你會發現 好像色彩了很多 為什麼那些顏色不同了 其實當時我就是想 我想畫一個關於顏色的故事 因為剛才Alice都說 顏色跟我是 一個最親密的拍檔 那麼我就想 顏色這件事 本身 是不是除了幫我畫畫之外 還有一些更深層的意義呢 它是代表什麼呢 那我就開始想 其實當時 有一個想法 就是 會不會有一個主角 就是 他一睜大眼 他看到的顏色 全部是 所謂的 錯了的 怎麼錯了呢 蘋果不是紅色的 是紫色的 有一棵樹 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 月亮 是藍色的 是由這個想法開始去伸延的 其實 在說什麼呢 藍月亮 其實 都是代表和這個世界不同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一直看到的月亮 大家都會覺得是黃色的 為什麼你無端會有一個藍色的月亮出來呢 那 又是鵝畫 她又遇到一個小女孩 就是我剛才說的 看到的東西 是錯了的 為什麼你看到的顏色是這麼古怪的呢 你看到月亮 原來 不是黃色的 那鵝畫 又發揮她的本色 又走去教人 不是啊 你錯了 月亮怎麼會是藍色的 月亮當然是黃色的 你看到的樹 當然是綠色的 怎麼會是粉紅色的 不斷把自己的價值觀 去加諸在別人的身上 那這個女孩呢 就是覺得很迷惘 其實顏色究竟是什麼呢 那鵝畫教她 你如果看到的東西都錯了 不要緊 你硬記 紫綠為馬 這個屏幕就小 可能大家看不到 黃色 她跟小朋友說 這個是藍色 其實某程度都是 我自己有一點想說回 社會上面很多的事情都是 可能你看到的看法不是這樣 但是因為別人說是這樣 你只要用這個世界的看法去看 明明看到黃色的 你說是藍色 那又教她 那你戴褲眼鏡呢 戴個濾鏡 你就會看這些東西 你就會適合 你看的東西是不對的 如是者 一路一路這樣 鵝畫去教這個小女孩 要看一些正確的顏色 但是有一天 這個小女孩帶了鵝畫 去她所屬的世界 鵝畫好像第一次看到 原來雲是可以有紅色的 原來瀑布是可以粉紅色的 原來這個世界是可以是 有人看到這個世界原來是這樣 那她開始慢慢明白 原來每一個人看到的東西 都可以是不同的 還有其實 其實本書最後有一頁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 鵝畫她看到一個藍色的月亮 然後她說了一句 她說這個月亮真是漂亮 這個藍色的月亮真是漂亮 其實呢 是想說回 她一路以來看到的月亮都是藍色的 但是呢 因為這個世界的人告訴她 月亮是黃色的 所以她要迎合大家 她也要去教別人說這個月亮是黃色 都是想說回 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你的看法是不同的 但是呢 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的壓力 令到你不敢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 而你確實看到一個藍色的月亮 但是你都會說 這個是黃色的月亮 那麼呢 很有趣 我先兩天看新聞 看到有一篇文章 他說原來美國有一個畫家 他看到的顏色 真的跟人家不同 他說他看到的顏色是比其他人 是多 不知一百萬種 還是多少種 那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 因為顏色其實 不是說一個 就是不可以說是一個存在的 一個絕對的東西 是我們的腦裏面有些攝影器 他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反映到顏色出來 那原來有些人 他的腦裏 他的攝影器就是跟我們不同 他看到的顏色 真的比我們豐富 真的比我們多 所以 那個美國的畫家 畫出來的畫 是跟其他人很不同的 那麼我一看到這段新聞之後 我就想回這個故事 其實這個世界是真的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那麼你可能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是問題在於你怎樣堅持你自己看到的東西 你的看法 那麼 簡單介紹了我四本書的故事 都回答回這些問題 有人問 怎麼你將你的想法去變成故事呢 其實我剛才都有提過 就是我很多時候都是從一個物件 或者看到一句說話 或者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開始 然後呢 將它慢慢慢慢引申作為一個故事 有一些甚至是有的 一幅畫去開始 而這些所謂的靈感 其實我覺得都是日常生活裏面 你怎樣消化 你看到的東西 你經歷的東西 譬如剛才這樣說 一個蘋果 可能你會覺得平平無奇 一個蘋果 但是你就是怎樣 去將這個蘋果的本質 你自己去消化了 你自己生活裏面 一些小小的體驗 去變成一個故事 這樣 那麼 我講呢 就講到這裡就差不多 那就是想剩下一個時間 或者大家可以 有些什麼問題啊 或者大家當作聊天 那我們可以再去講 我們很感謝Ginnie的分享 那 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Ginnie呢 難得Ginnie今天突然回來 Ginnie 我想問問你 你是不是想了一個故事 才會畫畫的 還是你會 開始畫畫 然後用故事來連結一起 這樣 你這個實在太好了 這個問題 其實呢 一開始我做第一、二本書的時候 我是有了故事大綱 然後每一 譬如我打算畫四十幅畫 我基本上是有四十句的 不是四十句的 就是每一幅畫 要寫些什麼呢 我寫好了 然後呢 就再想一些畫面 去配合那個故事 和 配合我剛才說的 我寫好了 那四十段字 那 變成了 就會真的好像是 描述一個故事 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 但是慢慢慢慢 我發覺 我去思考 究竟那個圖像和文字之間 其實那個互動性在哪裡呢 我發覺是沒有互動性的 因為我只不過是 把一些文字寫出來 然後再把一些畫 去表達那個故事 那又開始我去做 第二 我記得是第三本書的時候 有時候呢 可能是先畫了一幅畫 總之我心裏面 我腦裏面 有一個這樣的影像 我先畫了出來 然後再由那幅畫去 再去發展 那後期一點 譬如我現在的做法 我就會大概知道自己的主題 譬如我剛才說的南月亮 我就不會說寫完所有的字出來 我就會去想回 究竟其實文字和圖畫之間 是怎樣去配搭 因為如果純粹是用一幅畫 去表達一個文字 其實就會沒有了那個化學的作用 有時反而是 你怎樣用一幅畫 去講一些文字講不到的東西 然後文字又去講一些圖畫 講不到的東西 那現在仍然是練習階段 但是我就發現了 其實這個方式會豐富了整個故事 有其他問題嗎 或者Junior 我想問一下 因為有很多 即我們會聊天 講開 即你的經歷 即覺得你很堅持你的理想 即不顧一切 我決定了 我就要去做 這樣 那你當中當然也有很多困難 會經過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同學 或者我們的同事 他們可能都有一些理想 但是呢 都可能因為某種原因 他們不可能做到 那你會不會對他們講 有些你過來人的經歷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或者你對他們有甚麼啟示 我想呢 我自己就會覺得 首先搞清楚自己是有沒有選擇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開第二個畫展的時候 就有一班明報的小記者 過來訪問 即是讀書 我當時也做過的明報小記者 我記得 其中有一個同學 他就說 其實我很想做科學家 但是我爸爸媽媽 或者要我 我忘記了他說要他讀書 還是怎樣 即是那些專業的人士 其實我想做科學家 我想搞科研 那我怎樣好 那我就 其實問回他 其實現實的問題 就是不可以忽略的 譬如好像我自己這樣才算 其實我自己一直以來 譬如畢業 那我也要養家 即是有時候的事情 不是說 不是說你想做就做嗎 那是對的 但是 去到 可能有一些階段的時候 原來你有條件可以試的時候 不要以為自己沒有選擇 譬如我剛才說的那個同學 這樣才算 我問他 其實你的顧慮是什麼 是不是家的經濟都很有壓力 要你畢業就要立即用 那又不是的 那你 是不是自己覺得能力有問題 即是你想做科學家 但是你 你覺得你讀不來 那又不是 那問一下時候 他自己 我問他 那其實你覺得你有沒有選擇 因為他開頭跟我說 沒有選擇 因為我爸爸媽媽媽媽 這樣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他開始知道 原來他不是沒有選擇 那我想說什麼 就是很多時候 譬如我自己 我都以為我是沒有選擇的 但是當時我是 我所謂的沒有選擇 我是假設我這一輩子 如果我去畫畫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收入 那我這一輩子都沒有錢給我家 這樣 但是其實 之前說過 其實有很多決定 其實你可以回頭 你可以先試一下 我當時都是想著 不如先試兩三年 如果真的不行 那我再去想辦法 再去解決 那所以 我想我的看法就是 首先 你認清楚自己 其實你是否真的沒有選擇 如果你是 情況許可 你可以做選擇的時候 我就覺得 剛才說的 我自己想得太多 不是說不需要計劃 但是有時候你是自己 將困難幻想到很大很大 但是其實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 你一步一步的時候 其實你 你還可以有很多方向去走 不是說你決定了這樣 X路一條 我這樣試了 如果我不行 我這一輩子就完了 不要想得這麼大 首先 是的 有沒有問題 是啊 Janny 多謝你和我們的分享 我剛才這樣聽 我也覺得很特別 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那些書 你看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是 初初我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給神文仔看 但實在 每一本書裡面 所有表達出來的訊息 都是很豐富的 就是很深入的 我想神文仔就未必很明白 那 你現在已經出了四部書 我覺得 你可不可以跟他講一講 就是你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最大的 對你來說最大的挑戰在哪一方面 那 有沒有一些挑戰 你已經是覺得 就是在摸索的階段 你overcome到 有些你還在探索 其實挑戰 其中一樣就是 剛才這樣說 你說那些訊息 其實 怎樣來呢 我很多時候都是 越來越用長的時間 譬如我剛才說 第三本書 第四本書 我可能只是想過 故事我已經會用兩三個月 我才能搞定 所謂的搞定 就是我很多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 我是有的 譬如我第四本書 南月亮感 我知道我想畫一個 跟顏色有關的故事 但是很虛無 顏色 那就是怎樣呢 最大的挑戰就是 有時候 去到一些位置 塞住了 我會覺得想不到 不如放棄 又再想第二個主題 但是我又發覺 有時候 你睡醒一覺 或者我剛才這樣說的 我是真的坐在那裡 逼自己想 每一天 一個固定的時間 可能我都知道 想不到 但是 就是坐在那裡想 就是 要保持自己 每一天 都要做事 每一天都要想事 這樣呢 我發覺 不知道很神奇的 慢慢慢慢 你會有很多的 零星的碎片 但是 最後就是 怎樣把這些碎片 串連起來 那你說那個挑戰 就是 我想是 行心掛 就是你一定要 保持著 保持著 從沒有變成有為止 是的 同學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想問 Jeannie 或者我再問一個問題 剛才你也說過 可能有時候坐兩三個小時 都未必想到一些想法 就是當是 真的 沒有靈感的時候 那段的時間 會不會覺得 都有一些 擔心 或者是 都有一些失落 還是 沒有的 我都是保持著 這樣的模式去做 就算 有的 很失落 其實整天都失落 不過呢 沒有的 其實 我想我是要知道 失落是正常的 其實我自己都會看 很多人物的專訪 可能很多 未必一定是做 做 畫畫 或者做藝術的人 而事實上 很多人 都是 會經歷很多 所謂的 難處 那我又不會把它 看成難處 我會 我想這樣 我自己就會將一些失落 或者覺得 塞住了 想不到的時候 看成為一個常態 就是我會覺得 很正常的 而是怎樣去 令到自己去 衝破這個常態呢 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不斷試的 那你說 可能試兩個月都沒有 真的沒有 我都試過 譬如剛才說 想個故事 要想三四個月 因為我那兩個月 都真的想不到 但是想不到的時候 我可能去試一下 畫畫 有時候很有趣的 你不做 也不會有的 可能畫完一幅 不相干的畫 就是完全沒有想過 因為想不到 但是我又不想 就是 整天坐在那裡的時候 那就去畫 沒有的 我自己閉上眼 想畫些什麼 就畫些什麼 畫完之後 可能那個故事 就是由那一幅畫而來 那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潛意識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的 其實但是你 不知道怎樣去組織到 又或者你可能是 出到來的 output 是 剛才說很零碎的 可能是看似 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去到一個位 你就是 怎樣把這些 沒有關係的 串連起來 那是的 回應你的 我自己就是 不要去害怕那個失落 好 是的 繼續去怎樣對付它 那個危力和堅持很重要 我想都回應一下 其實我很欣賞這個堅持 我有時候自己可能 譬如想一些 即我自己都經常 譬如要搞一些活動 或者要想一些 ideas 很多時候 是一個人 有時候想不到 或者要堅持 迫自己起那個環境 未必是 未必會想得通的 我發覺很有趣 有時候 反而是 有時候跟一些人聊聊天 或者是互相去 即有些火花 即談一談 忽然想到新的東西 未必是那個人給我 而是透過傾談 就會有一些新的 ideas 其實我不知道 會不會創作 或者畫畫 都是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是 即集體創作 或者是有些 即跟別人傾談 有些靈感 會的 因為譬如我自己 我會 譬如看戲 或者因為我喜歡 聽著歌來畫畫 那有時候很有趣 你聽歌 可能某一句歌詞 其實歌詞是很豐富的 那有時候 是很多的歌詞 它有一句 那我覺得打動到我 我就會 我好像突然間 按到一些東西這樣 那我自己 就是會 expose自己 去多一些不同的地方 譬如我剛才說 看電影 聽歌 又或者看照片 甚至你無聊 上Facebook 可能你見到某一個人的 Stasis 你又會 點擊到你自己 多一些東西 所以我很認同你那個 就是說 去跟多一些不同的人 去聊天 其實可能就是一句說話 或者你以前看很多書 你看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你每天用到的 但可能去到一個位 你就想起那句說話 你就是會 將你自己的 ideas 可以連結到 請問 請問你的四本書 都是Owa做主角 你說他是一個幾歲的人仔 整天的樣子都好像一個笑臉 但他也很傷感 他已經知道 我逐次不開心 我想換個新的心 我用回憶 回不回一些開心的微笑 其實你會讓他長大呢? 或者你會不會 心目中 將來的繪本 又有另外一些角色呢? 其實呢 他的外型就是不變 其實他一直一直都長大著的 你剛才說的那些 這麼矛盾的事情 其實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寫照 因為其實我認為人都是這麼矛盾的 你以為自己其實很開心 原來自己不開心 但都是當你發現了的時候 你才知道自己矛盾的 如果不是你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把一些自己的想法投射進去 其實你如果一路看回故事或者看我的畫 它是一路一路的長大的 至於你說將來會不會想到別的角色呢 其實每一本書都會有一些新的角色加入 不過我畫就是那個主角 因為我想某程度上它代表了我自己 所以都會有它的出現 但是就著不同的故事要講不同的東西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角色會在裡面 Ginnie 我想問一問 我很喜歡你的畫 因為很顏色和很有童真 我想問童心在你的生命的價值是多大 還有我想問Owa 有些公仔為何有一隻眼會大一點 一隻眼會小一點 是的 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童心的價值 我想這樣說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如果我可以回到小時候就好了 小時候無憂無慮 但我自己想起 其實我小時候都不是無憂無慮 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煩惱 只不過是你用現在的心態去變成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棒 但是當你是一個小朋友的心態的時候 你圍繞當時的世界 你亦都有你的煩惱 可能對小朋友來說 那個玩具就是他的全世界 他沒有玩具 他就是失去他所有的東西 所以你問我的童真的價值在哪裡 我想某程度上就是因為你長大了 你去再看一個簡單一點的世界 尤其是我剛剛生了小朋友 我就原來看著他 我可能和他笑 他就會和我笑 他笑得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想 原來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看 譬如如果我看到別人的笑容 我可不可以好像他這樣 原來看到別人笑我就可以這麼開心了 其實背後的意義都是在於你的看法 所以你說同心那件事 我自己就希望自己一直都保持有這個同心 因為你看到我畫的話 可能都會剛才這樣說 都是好像給小朋友看的 可能我自己本身是喜歡這一類型的東西 那你第二個問題 Sorry 我忘記了 啊 是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問的 那為什麼你大小眼的呢 其實呢 坦白說是沒有意思的 當初呢 我就在這個sketch book那裡 因為我要畫一個形象 那我其實畫了很多 我想二、三十個樣子 不同的樣子 那我就看到這個樣子 我就覺得是你了 我就覺得這個是代表我 那事後我再想回呢 可能都是某些潛意識的東西 因為譬如我會 譬如穿衣服 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我喜歡穿一些有一長一短 就是肯定是穿一些不對稱 今天都不是 不對稱的東西 那可能純粹是一個這樣的喜好 但是反而事後再去想回 譬如她 她的髮型不是有個叮叮的嗎 都是別人跟我說 是一個J字來的 代表你自己 那我看到 咦 是啊 原來是一個J字來的 但是我其實畫的時候 我又看不到 那所以 我想 現在想起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想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東西呢 不知道 其實也是我自己的寫照來的 因為當時呢 我記得我曾經有一個同事跟我說過 哇 你的手這麼有Genie 我想拍斷它 它好像火柴一樣 然後我就畫了一枝火柴手 你看到就是很有武手指 一枝柴柴一樣 都是某程度上反映自己的一些東西 還有沒有問題 Jenie 我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你有涉及到一點點的 就是你爸爸媽媽 看到你讀完大學之後 從雙轉去畫畫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有沒有反對 你現在是別人媽媽 如果翌日你小朋友告訴你 他要做一件事 是挺找不到飯吃的 或者會有很大的人想 你又會怎麼處理 我想你說這件事 都是一個我自己有想過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你想不想你女兒畫畫 翌日這樣 那我就在想 其實我畫畫的時候 我全屋都沒有人畫畫 就是我爸媽都沒有畫畫 可能她會想去踩畫板 我真的亂說一下 那我就想 不要將自己的期望加珠在她的身上 你問我想不想 當然想 挺有趣的 就是自己畫畫 然後女兒又畫畫 好像很有趣的看下去 但其實可能她是不想做這件事的 那我反而就是因為我自己畫畫 我才會更加有這個想法 就是不要將自己的期望放在她身上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件事就是 可能她想做一件事 是完全賺不到錢的 那我會怎樣 那我想我自己有一個 這樣的經歷的時候 我希望我有條件的話 我可以支持到她 但是當然 我想要看她背後想做的原因 究竟是甚麼 就是她知不知道自己為何想做那件事 我反而會是一個這樣的方向去引導 好 很感謝你的分享 那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的 那第一個就是除了我這個角色之外 其他可能有一個男生 有些女生 那你跟她 就是你構想那些角色的時候 她們的性格是怎樣的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現在有甚麼 就是現在有甚麼對未來 有甚麼期望 或者有甚麼計劃 我想第一個問題 你說那些角色怎樣構思她的性格呢 我就是會用個故事 究竟需要甚麼性格的角色去說 而去做的 就不是說想想定一個這樣的性格的角色 然後再用個故事去就她 那譬如我剛才這麼說 譬如第四本書 《藍月亮》這樣才算 我是需要一個 然後張開眼睛 因為看到那些顏色錯了 所謂的錯了的一個形象去做 那所以我就會將這個 我想說的東西的性格 去投射回到那個角色那裡 那至於另外 我又忘記了 你第二個問題 第一記事 你有甚麼計劃 哦 其實都有不斷在想的 但是最近這幾個月始終都是忙一點 但是在我照顧女兒的時候 我的腦就在轉 就開始想 究竟可以畫到甚麼故事 你說我暫時的計劃 我是想 繪盤是想保持著去推出 那而另外呢 自己都希望 又可以想試一下一些不同的東西 所謂甚麼是不同的東西呢 會不會在畫畫上面 又開始試一下 因為譬如今次第四本書 就是用顏色 去希望有些不同 那可能下一次 會不會試一下質感上面有不同 因為始終我自己 我有些貪心的 我又經常都想 都想每一本書都可以發掘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當然背後 其實你都會看得出是我畫的 我希望 我希望是可以保持著有一個 有一個不斷想做到新的東西的心 因為這一個好奇的心 會推動到我去做得更多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或者Ginnie 我想說一說 因為剛才我在這裡揭開 我這個展覽有很多評語 我發覺有很多我們的同學看完之後 他們就寫下說 我本來的心情很差 又或者是我覺得很frustrated 但我看完你的畫之後 我覺得很溫暖 就是我覺得整個生命 其實是有很多樂趣 有很多東西是未發掘到的 其實我想說 我們很感謝你 畫了這麼多 這麼漂亮的畫 還有編了一些這樣的書給我們 一個褲子給我們 給我們 我們就覺得 這個 就是從你的書裡面 我們就看到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是要自己去做的 我們要自己去發掘的 不是生出來就有的 非常感謝你 謝謝你 多謝你 為了代表書館 我們館長有一個紀念品送給Ginnie 我們出了一個咖啡碼 是新的 我們以前舊的那個 就是紅色已經賣光了 很多同學就問 還有沒有咖啡碼買 我們現在就出了另一個 就黑色 但是裡面有一個金色的 這個Learning Comments的logo 我們就 我相信Ginnie 你喝不喝咖啡 我喝茶 喝茶 那也可以用來 用T-mark都可以的 可以喝茶的 我們都希望藉著這個 我們就 盼望Ginnie為我們畫更多的畫 出更多的書 讓她的讀者 港大的讀者可以得益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今天的座談會到此結束了 Ginnie會留下一會兒跟我們簽名 如果你們想買她的書 就可以和我的同事買 接著可以叫Ginnie幫我們簽名 多謝各位